大家好,我是青蛙刀圣,我们又见面了 最后一章我会给大家梳理犹太信仰的轮廓 以及基督信仰是如何从中孕育而生的 我们来到第一段,主流的犹太信仰 第一小节,雅威信仰的分裂 犹大王国沦陷后,并不是整个王国的犹太人都被求到了巴比伦 原地还有一些残余的犹太人被巴比伦掌控 还有一部分则西陶至埃及建立了另一个犹太社区 那么当波斯帝国打败巴比伦释放犹太人回家后 回家的这批主要是雅威信仰者 他们发现家乡里的人已经不再对雅威忠诚了 即使在公元前515年 他们在耶路撒冷重现了一座新的圣殿 但祭司们在圣殿中并没有静止地向雅威献祭 一神击败还是会发生 犹太人也并没有按照神的律法生活 有的人还和外邦人结婚 这些行为都不符合雅威主义的教义 所以在这之后发生一场非常彻底的宗教改革 改革的大重点就是统一对犹太人这个身份的定义 为什么呢 我们讲过以色列人这个族群原先是个多信仰的社区 它有很多的部落 绿色的是姓巴黎神的 橙色的是姓雅威神的 还有姓其他神的 那么问题来了 绿色群犹太人姓的是巴黎神 并不姓雅威 他们怎么看待自己的民族身份呢 如果让他们来记录历史 他们会怎么述说自己的故事 还有其他部落的人 他们会认同犹太人对雅威的理解吗 那么后来亚述入侵 北国灭亡 北方十个部落遗失了 犹大部落成为了以色列人的主体 这时候的犹太社区 其信仰依旧没有统一 所以这次大改革 雅威主义者上台后 大力推广实施雅威击败 所有犹太人必须败雅威 该实践的律法必须实践 他们就在这个大时代下 开始了长达近半世纪的文字整理工作 把先祖传下来的内容 比如说巴比伦之求写的一些书 这个先知记录的 那个先知记录的 整合成统一的一本书 就是我们所讲的 陀拉先知书 整个犹太社区的管理 严格按照陀拉的指导方针 书中 神说要我们铭记历史 我们就一起来实现对历史的纪念 按照神的律法规范我们的行为举止 这场改革所推广的习俗习惯 逐渐的就成为了犹太社区的传统节日 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这样的结果是 犹太人和亚维信仰绑定在了一起 即只有相信陀拉故事 祭拜唯一的亚维 遵守亚维律法 时间律法所指导的习俗的人 才是一名合格的犹太人 所以这时候的犹太人 在记录历史的时候 就有了明确的立场 就呈现了陀拉书所描绘的那种印象 即正统的犹太人 是信仰威神的 不信仰威的都不是犹太人 所以大家看 他所记录南北国历史里 所有信巴历神的 都被打为背弃民族的群体 都被打为不是合格的犹太人 消解一下 笼统的来讲 我们所描述的 在第一圣殿时期犹太人 指的是生活在这个区域的犹太人 以色列人 他们有不同的信仰 这是一个多神信仰的社会 在第二圣殿的宗教改革后 犹太人的词意 演变成信仰威神的犹太人 所以理所当然的 他们带入的是这批人的立场 所以就给后人塑造了一个 自古以来 犹太人都信雅威的历史印象 所以假如你和犹太人说 你们古早是多神信仰的社会 他们是不可能接受这种话 但我这里的图 已经展示的很清晰了 取决于你是怎么定义 犹太人这个词的 那新犹太人和雅威信仰 绑定到了什么程度呢 他们声称 他们是唯一存活的雅威信仰者 这就触犯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 显为人知 以色列北国后代却声称 这批犹太人记录历史不对 我们确实被亚述入侵了 北国确实没了 但十部落没有全部消失 我们是幸存者 我们是伊弗列姆部落 和马纳西部落的后代 凭什么犹太部落 把我们给挟死了 然后将雅威信仰 独家灌在他们头上 我们也穿成了雅威信仰 这些是北方萨玛利亚 遗留下来的雅威信仰者 他们有他们版本的陀拉书 同样记录着雅威神 亚伯拉罕 以萨 雅各这些先祖的故事 但越往后所记录的内容 和犹太人的分歧越大 所以这个大改革时期 雅威信仰出现了阵营的分裂 一个是根据南国后代 所记录的犹太信仰 一个是根据北国后代 所记录的萨玛利亚信仰 他们各自述说着不一样的历史 只不过犹太信仰更为大众所知 所以自然而然 大众对以色列的历史 都只从犹太人视角获得 那么这次改革的依据 就是陀拉书 这次我们可以再问一个 更深一层的问题 他到底是怎么 把犹太人和雅威信仰 绑在一起的 要回答他 就要从现实意义的角度 去分析观察这部典籍了 来到第二小节 陀拉的契约 陀拉最早的起草 是在巴比伦之秋时期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什么 犹大王国灭亡 民族沦为阶下囚 对于新系民族爱族者来说 那是一种非常沉痛的打击 于是这批人拿起了笔杆子 扛起了父亲民族的责任 要将民族历史记录起来 后来他们被释放回家 一路辗转回到耶路撒冷 就推行了这场改革 那么这个巴比伦之秋的背景 对应了我们在第二章 两核文化里讲的 巴比伦的传说 两者之间有非常多相似的地方 陀拉有受到巴比伦文学影响的痕迹 他所表达的主题和两核文化 享有着共性 我们讲过 在新越沃土上 每个区域时代文明 都有各自的民族中心论 苏米尔认为 世界的起源在这儿 巴比伦说 巴比伦是神下方的地方 亚述说 我们的神才是真神 埃及说 尼罗河才是大地之河 迦南明也有迦南明的说法 对当时的民族来说 新越沃土就是世界的全部 大地的中心就在其所在的地方 陀拉同样的向以色列民 传播一个思想 亚伯拉罕是从乌尔千里迢迢 辗转各路 最终落脚于迦南的 大地的中心不在巴比伦 不在亚述 也不在埃及 而在民族所在的地方 迦南 那为什么中心在迦南呢 怎么个中心法呢 我们反复讲过 陀拉讲的是族谱故事 故事框架是 从第一对人类亚当夏娃 到后代诺亚 大洪水后 诺亚成为了新人类的始祖 后来神又从万人中选中了亚伯拉罕 和他立下一个双向的契约 亚伯拉罕 你往迦南走 你和后代按照我的律法生活 那我就把这块地永远许给你们 保你的血脉拥有繁盛的国度 那亚伯拉罕的儿子和孙子 都曾想南下或北上离开迦南 但每次神都和他们说 别离开迦南 这一地我许给了你们 你们要继承它 后来 以色列生了十二个儿子 儿子们发展成一个族群 当族人被奴役在埃及时 神对摩西说道 带上你的族人逃离埃及 去哪 去迦南 那是我许给你先祖的地 再后来 神向摩西启示歌律法 这五本组成了 妥拉 也就是摩西五经 我们不难看出贯穿在 陀拉全篇的核心理念 就是与神的契约 契约的内容不断地被重申重复 它反复告诉人们 以色列人是被神拣选的民族 叫遵守律法敬拜雅威 雅威回馈的就是那迦南全地 不多不少就迦南这块 这种造物主和人的契约关系 也是铸造欧洲宗教文化思想的根源之一 有生之年 我们一起看疫情系列契约 回到主线 那这可是神的地 自然而然 迦南就是大地的中心了 那么既然这是大地的中心 不可避免的 会有其他民族住在这里 这时涉及到一个问题是什么 领土主权 妥拉的契约 也非常微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它的输出逻辑是这样的 它先是立下一个造物神的设定 造物神的出现不需要理由 它是天然的存在 然后神就选中了亚伯拉罕 并把这块地许给他们 这是神的决定 也不需要理由 但注意故事的发展 亚伯拉罕三代人扎根迦南的时候 他们是个家庭单位 和当地人共享着迦南 而在三代人的故事里 契约的内容不断地被重复 注入到了犹太读者们的意识当中 这是神的决定 等到摩西的故事时 一下子过了近500年 以色列的十个儿子发展成了一个族群 被奴役在埃及 当摩西带领族人来到墨亚的时候 他们发现迦南腹地依旧住着各种各样的其他民族 后来以色列人发动了战争 南征北战 打了圣仗 占领了迦南 这里有个要思考的问题 为什么这不是菲利斯丁人 西卫人赫人等等的土地 而是以色列民的土地 因为这涉及到战争的发动是否正义的问题 但犹太读者们不需要思考它 也不会思考到这个问题 因为陀拉在前面的故事 已经给他们输了一个思维方式 这世界神势主宰 一切都是他的安排 既然神把这一整片 分给了祖先那三代人 所以这地自然而然就是我们的 换言之 陀拉为这个民族占领这片土地 提供了天然的正当性的依据 我们讲过战争的发动 务须敌人怎么想 只要自己人的思想是一致的 就充足了 领土主群的问题解决了 那么这一个群体 如果要住在这里 要持续长久稳定和谐的话 就一定要有秩序 那秩序就由律法来维护 陀拉的律法强调两方面 一方面强调规范行为举止 人与人之间要诚实的相处 不要欺骗 不要杀害等等等等 以维护社会运作的稳定 第二方面强调对亚维的敬拜 这是为了维护人们思想的同意 比如说律法指导的 一周中的安息日 安息日要人们停下手头的工作 不是要让你去休息 而要你停止工作 去祭拜亚维 去铭记他 律法要求犹太人行割礼 是为了标记 提醒你 你和亚维是有约定的 别忘了那份契约 律法还规定 只有一个地方才可以向神献祭 那就是圣典 你们只能在耶路撒冷击败我 从四周都只能到这来朝圣 不能在其他地方击败我 千言万语 汇成一句 律法所突出的 是一种中央集权的表现 集权在耶路撒冷的亚维神 这样他就避免了犹太群体 应在其他地方献祭 而发展出一个分散权力的 分支的可能性 那建立了这些律法 就得让人们去遵守 怎么确保人们遵守呢 如同巴比伦的汉姆拉比法典一样 他告诉百姓 这律法不是人写的 这是神亲自启示的 到底是不是神的启示不重要 重要的是 人们是否遵守律法 是否遵守的律法意义 我们待会会看到 从社会角度出发 妥拉要建立的人神关系 与两合神话的 相用一样的旋律 在大地上 神才是主角 人类只不过是个配角 似玛一般描想 随时会被神路所碾碎 比如说在故事的最一开始 人类没有按照神的意志生活 神失望了 他要清除整个大地 消灭所有的人类 但唯独留下了诺亚这一家 这一段建立了一个 令人畏惧的神形象 他是无所不能的 但到了亚伯拉罕这一段 雅威就不仅仅是令人畏惧 而多了一层令人敬畏 因为他唯独和以色列民 立下了一份契约 这是对以色列民的偏爱 是对目标读者的偏爱 在第三章南美国历史里 我们体会到 他给犹太人塑造的历史观是 所有的灾难 都是神对他们的惩罚 所有的外敌 都是听了神的命令和指挥 来入侵消灭以色列的 为什么要消灭 他所偏爱的以色列民 因为以色列对我不忠 只要你们不忠 我就会毁灭你们 但我又是爱戴你们的 我许了迦难给你们 所以你们不能背叛我 你们只要照着律法做 我保你们繁荣昌生 这里人类的渺小 是由这个令人敬畏的神 所衬托的 那么在犹太的这个世界里 一切都归因于神的安排 旱灾 烙灾 瘟疫 疾病 家国衰榜全都是他的意志 是他对犹太人的惩罚 有什么办法让坏的事情不发生 犹太人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忠于他 但很重要的是 这又不是一种被逼的选择 因为神又是爱戴他们的 而且这种爱戴独一份 神只和他们签了这份契约 而要让这份契约里 繁荣国度条款的实现 那么只有一个做法 那就是遵守律法 所以在犹太信仰里 遵守妥拉律法 是基石般的理念 他们有数以百计的律法 咔咔咔的 要努力遵守实践 那么这种人神关系和世界观 就塑造了犹太民族的底层特点 对神的顺从 而这种统一的顺从 所导向的外在表现 就是民族的团结 这里的塔纳赫 是犹太信仰的唯一经典 就是圣经里的旧约 按照犹太人的习惯 以及一些历史原因 一般都以陀拉代称塔纳赫 刚刚大家也能体会到 陀拉这个摩西五经 是核心中的核心 总结这一小节 陀拉的社会现实意义非常高效 那时候我们在东周时期 高效在于 首先它一点都不厚 短短的片长中 建立一个非常稳定的 社会管理机制 精简又透彻 一方面建立一个 威严的统治者 另一方面又让所有犹太民众 感受到自己身份的特殊 他通过一份特殊的契约 将犹太百姓和雅威神 绑定在一起 而最关键的一点是 如果这是一个人的社会 统治者是一名国王 那国王的律法 是可以被推翻的 但陀拉输出的思想是 这是一个神的社会 但你看不到这位统治者 他非常的神秘 而人们对统治的任何反抗 和质疑精神 完全被抹去 因为神是不能质疑的 所以神的律法 是不能质疑的 换言之 陀拉的律法 是不能质疑的 这相当于把这套律法系统 立于不败之地 当顺从犹太人都遵守这套律法时 这个民族的社会会非常的稳定和团结 所以对当时的社会来讲 陀拉的现实意义非凡 他把散落的犹太人凝聚在一起 将他们的思想牢牢地绑在了一起 那么 陀拉先知书的整理过程 前前后后的修补 长达半个世纪 再次进半个世纪期间 他们迎来了不同的统治者 自从犹大王国被巴比伦灭了之后 他们始终没有再次独立过 神仙周继续推 来到公元前63年 罗马人来了 占领了犹大 犹大继续以一个行省的形式存在 而犹太人一个好家伙 三年又三年 我们这个民族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独立 神应许的国度什么时候才来 陀拉的契约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实现 困惑的他们 就一直尝试解读破译神的话语 这话咋理解 那话咋理解 在研究中 他们对未来美好世界期许 就寄托在了一个形象的身上 这个就是弥赛亚 我们来到第三小节 带来天国的弥赛亚 弥赛亚 是什么呢 意思是被高立的 高就是往你身上道游 这是一种宗教仪式 以色列第一代君主扫罗 就是被高立的 大魏也是位被高立的王 大祭司上任的时候 也要走一遍这个流程 道游象征着这是神选之人 当初那个打败巴比伦 解放犹太人 帮助兴建第二座圣殿的 波斯帝王居鲁士 也被称作弥赛亚 大家不要把弥赛亚和旧事主化上等号 没有这个字面意思 换言之 在犹太历史文化里 曾经就有过弥赛亚 你要把它理解为 弥赛亚是一个称呼 是一名被高立的王 是一名领导犹太人的王 是一名领袖 那么结合 共用前一世纪的环境 犹太人迫切希望 独立成国 在解读神的话语中 他们解读到 将会有四位领袖出现 四位弥赛亚 其中最著名的两位 一位叫约瑟弥赛亚 他的出现将标志着世界 进入弥赛亚时代 通俗来讲就吹哨人的意思 通知大家是要实现契约了 他会和一个大反派大战 但他会被杀死 接着大卫弥赛亚将会出现 他是大卫王的后代 他会解决事先 一切的矛盾和问题 并带来天国 在天国里 狼会和高阳同窝 鲍与山羊相伴 牛仔仔和大狮子一起成长 因而可以和毒蛇玩耍 这是一种和平和谐和善的 终极心态 世间万物再也没有任何的纷争 这是一种多么美妙的景象 除此之外 散落的犹太人 都将从世界各地 回到耶路撒冷 还有那一世的北国石部落 所有以色列人 也将回来聚集在圣地 在大卫弥赛的带领下 以色列人将大团圆 重建以色列国 而周围列国都会以色列为中心 一起供奉唯一的神亚伟 这是一种大一统的画面 在这个国度中 谁是权力的主宰 还是那位亚威神 这是神的国度 所以这叫 Kingdom of God 神的国 我们一座天国 这里有个非常关键的关键点是 犹太人所期望的天国在哪里 在现实 回忆刚刚讲的 犹太信仰的世界观 以及犹太人的过往 从巴比伦入侵 犹大国的灭亡开始 他们已经颠沛流离 近半个世纪 但他们始终忘不了 欠在他们信仰中的那份契约 那份写在妥拉书上的契约 这份契约寄托的是什么 是这个民族对解决现实问题的期望 神应许他们的 是在这一方土地上建立繁荣的国度 而弥赛亚将会领导他们 带来这个神之国 这种期待一直延续到现今 所以在二战后 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 建立以色列国这一历史事件 也被他们部分人 解读为 弥赛亚时代 到来的征兆 是什么 回到公元一世纪 那么这时候 犹太圈内出现了 对陀拉不同的理解 这种理解发展到二世纪 就是基督信仰 这种信仰的理解 不同在哪里 他们是如何从犹太中 孕育而生的呢 今天的解说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么让我们在下一集再见